什么是空 你们知道 佛教对世界本质的一种看法就叫空 我们现在非但要学佛 还要超越时空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要把这个空字理解为对世界本质的一种看法 也就是说 这个空是绝对的 师父还说 但是空有好几种 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对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小乘佛法对空的理解是我空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我与前夫于2014年离婚 孩子和前夫生活 同年九月 前夫给孩子换了私立寄宿学校小学 孩子不愿意去 开学没几天就很抵触 经常不好好上课 逃出学校 老师和家长都很担心 没办法 只好让他先走读一周 但一周之后 他又不愿意去学校 早上一早就离家出走 我经常早上一早就接到前夫电话 说人不知道去哪儿了 然后打电话和他沟通 让他回家 那段时间 孩子情绪很不稳定 在学校经常想出去 还说要烧房子跳楼 我害怕极了 我知道他缺少安全感 可能是身上有灵性 于是我每天在佛台前 求观世音菩萨 让孩子情绪稳定 我许愿 为孩子的药经者 念八百张小房子 放生五千条鱼 孩子好了 写出来分享 之后 我每天念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自己的业障 抓紧念想房子 后来 前夫同意 把他换到普通走读学校 孩子的情绪就平稳一些 不再说 要烧房子跳楼的话 也不逃出学校了 现在 已经快两年过去了 虽然孩子学习 还是没有什么进步 也不爱做作业 但现在 从小的哮喘毛病 已经好多了 今年初 我给流产的孩子 念小房子 请菩萨告诉我 小房子的数量 然后晚上 真的梦中一个声音 告诉我 156章 我第二天就许愿 156章 念完后 因为没有梦 我又念了21章烧送 我想 我自己业障那么重 年轻时 做错很多事情 孩子自己业障也重 加上祖上也有业障 所以 小房子一定要很多很多 才能消除业障 我敢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给我现在平静的生活 此生一定精进学佛 好好念经 忏悔并念小房子 消除业障和冤结 自度度人 救度有缘众生 回到菩萨身边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心灵法门 祝我考上心仪的中学 我是一名今年9月 刚上初一的学生 今天分享心灵法门 助力我考取心仪中学的灵验势力 由于今年 小生初政策不同于往年 发布的时间也比较晚 所以当6月中旬 考试即将来临的时候 我的心里真是没底 我的数学一直是短板 考试前 我练习了很多数学题 做了充分准备 还加紧念诵小房子经文 妈妈也在为我助念 把我所有的压岁钱 都拿出来放生 到发榜前 一共放了1066条鱼 并许愿吃素半个月 考取后现身说法 那段时间 我做数学时 思维明显比之前灵活 本来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考上心仪的中学 但我在考试前 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一下子就变得信心满满 从容应对考试 考到数学的时候 本来五道大题 有三题不讳 我便在心里 默默祈求 观世音菩萨加持 妈妈说 她一直在考场外 助念没停 结果又做出两题 从考试结束到发榜 我坚持吃素 念诵准题神咒 终于在发榜的网站上 看到了写着 自己名字的祝贺信 我连忙感恩 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有求必应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三大法宝太灵验了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学习心灵法门后 手银莫名消失了 我是一名女性 我很小就学会了手银 当时没意识到这是邪银 我生长在广州 很多小说对性爱描述得很细致 那时候我疯狂追小说 然后就幻想小说内容来手银 我对自己的不正经忏悔 直到我大学交了男朋友 也迷上了邪银 有一段日子还约网友 我对自己往昔的无名而忏悔 有段时间我很想借手银 可是自己一寂寞 手银又重新泛起 我深知这是不好的习惯 可是一直借除不了 我妇科很正常 就是量很少 就来三天左右 妈妈很爱我 知道我量少 就给我主补品 可我知道 这是我的邪银罪业带来的 可就是借除不掉 这样一直维持到结婚 婚后第一年 老公生意不顺利 师兄把心灵法门传给了我 在这六个月念经的日子里 我渐渐没有动力跟感觉去手银了 慢慢的 我发现自己完全戒除了 连心思都不想了 真的很感恩菩萨 听台长录音 说邪银的人经会去掉 思想不干净会长不高 确实是的 说我目前的身高一米五六 骨头也很细 整个人偏瘦 多了很多白头发 我知道在消耗我的福报 从而现在很多的不顺利 而且我也打过两个孩子 我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师卢台长 感恩龙天护法对我的救度 我对三十岁前思想的不干净 身体的不干净 更对不起丈夫而感到羞愧 感到忏悔 我会教育我的孩子 怎么去面对性爱 不要邪添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投降许愿太灵了 我分享刚刚发生的又一件奇迹 感恩 新明法门真实不虚 上个月农历八月二十二日 燃能古佛圣诞 上投降许愿 我许的愿是先生的绿卡顺利通过 农历九月十九 仅仅一个月不到 今天接到了移民局通知 绿卡马上寄来了 原本因移民局政策的变化 帮忙办理的律师认为 大概得再等起码一年以上 感恩诸佛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欢迎订阅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慈悲宏愿遍人间 普天同庆正法传 纪念伟大的慈母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下 2. 学习观世音菩萨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广失无畏 普度众生的精神 1.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的名称意义 及殊胜由来 4. 观世音菩萨 为西方三圣之一 号正法名如来 道驾慈航 来搜活世界 救度众生 选自2016年3月27日 观世音菩萨诞辰辰日开示 所以在西方三圣当中 观世音菩萨 他坐在的 他站在的位置 是叫上手 那个当中是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是在他的上手 所以大家知道 上手就是左手 右手就是我们的 大师之菩萨 所以一起称为西方三圣 一起称为西方三圣 观世音菩萨实际上 他没有到人间来之前 他已经是正法名如来 他已经是我们说佛的称号 他在6月19号 是修成正果 进入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意思呢 就是他已经得到了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从正果之后 得到的是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完全用现在的画家 叫完全开悟 完全明白 对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他全看清了 正等正觉 所以这个境界 所以就称他为正法名如来 实际上很多人说 为什么叫如来啊 如来 实际上如来就是一个称号 也是如来佛 如来就是一个佛的名号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又以菩萨的身份 再成愿而来 从天上再下来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 观世音菩萨叫道价慈航呢 什么叫道价 我们修往上修 是属于正 对不对 往正价 慢慢地往上走 走到我们到了天上 已经成佛了 成菩萨了 对不对 那么从天上菩萨 再下来 到苦难的人间来 他就是道过来 叫道价 价就是对菩萨的尊称 所以叫道价慈航 来 娑婆事件 菩萨众生 所以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心里 天天在我们身边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 师父的白话佛法 什么是我空 我是空的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精神 也就是说 我是由精神控制住的 这个世界永远没有精神 能控制我 这是小秤佛法对空的认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